由于一架飞机在纽约市的拉瓜迪亚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机场在星期一被逼关闭 这架属于西南航公司的内陆客机在拉瓜迪亚机场降落的时候因为起落架截断导致事故发生 据目击者说,当时飞机的机头部分着地,磨擦跑道出现火花并且在飞机机头着火 机上乘客需要由冲气或战紧急疏散,最少有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因为轻伤而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由于拉瓜迪亚机场关闭,使得多班从纽约来往美国各地的航班被逼取消 据机场方面说,机头起落架在未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之下发生截断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